跳傘是一样非常危险的运动 因为傘如果不开的话 你的命全部细在那个傘上面 但是有人真的傘没有开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就是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三行 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才二十几岁 他叫马修 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疯狂的事 原来他跑去意大利的一个湖泊边 做一个所谓的定点跳傘 好啦 你看哦 他一开傘就大叫 就往下掉 他其实随着他越往下降 我先讲高空305公尺 101的伤口都上了 伤打不开 你听 他开始惨叫哦 你看那个脚 他为什么要一直去摩擦悬崖哪边 对 他为什么要 他要停下来啊 他伤打不开啊 没有伤了 对 然后结果呢 最后呢 305公尺 他就这样子直直的坠落到地面 你去看他 血流满面先不说 糟了 你仔细看他的表情 轻孔流绝了 其实他现在身上最大的伤是什么 是心里受伤 他吓都吓死了 什么 他居然这样从300公尺掉下来没有死 对 但是问题是 怎么可能 我们也不希望他死 最重要的是 305公尺闪打不开 垂直落体这样子往下掉 把重力加速度算下去的话 应该也是肉泥了吧 对啊 可是没有 你刚才看到他 多么的完好啊 他只有哪里受伤 脚踝 膝盖 流鼻血 我们再来看一次 你看一开始 然后他跟他朋友打招 我跳了 你又速度越来越快 等一下喔 那个声音要是开大点 你还可以听到他尖叫的声音 那听起来他真是惊喜动过 他有脚去瞪那个岩壁 他为的就是要在下降过程当中 能够减速 因为速度如果减不下来的话 真的就一命呜呼啊 对 好啦 那最后你看到他尖叫完毕之后 大难不死 你以为他必有后福吗 没有嘛 还是受伤了嘛 对不对 好啦 那这样子应该学到教训 没有嘛 就说 我要继续跳 什么 对 那为什么大家那么爱跳定点 跳伞啊 定点跳伞 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姿势 它叫做BASE BASE 当然这是缩写 B呢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在摩天大楼跳 Beauty 那A呢这Atena 在什么天线天塔 高塔 对 大桥水坝 然后呢 水坝也叫Earth 所以各取前面一个英文字就叫BASE 好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觉得高空跳伞 这样大难不死 没有很稀奇 4000公尺 观众朋友 4000公尺你觉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纽西兰老 纽西兰有一个人呢 他叫做 霍姆斯 他呢 也是一样 他从一个这个海边的悬崖 4000公尺往下跳 好啦 他原本的打算是什么 从4000公尺往下跳 跳到剩下1200公尺 他从飞机上面跳下来的时候 就发现到 傘卡住了 全在一起了 他本来想说 1200公尺往下跳 4000公尺往下跳 1200公尺的时候 他要打开它的主傘跟被傘 结果都打不开 結果说虽然呢 虽然呢 等一下落地呢 看起来应该是 可能是 云南 云南 没有 所有人跑到那边去救他的时候 他开口讲话了 怎么可能 很多人被吓到 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人还是什么 结果呢 没有 你看他的队友在拍 空拍 你看那伞快速旋转 因为竹山打不开 本人被缠住了 结果就看到他 露到灌木丑中了 那个竹山跟被伞 都没有打开成功 好 那么呢 为什么他这么命大 因为他摔在了灌木丑 不许啦 不是不许总统 是不许灌木丑 减速 对 他自己后来就讲啊 他说各位 你知道吗 我要是那个着陆点 再稍微偏一点点 如果是摔在土石堆呢 还摔在路上呢 那何止是肉泥啊 那根本可能连那个 那怎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呢 不管是这个 我们讲的纽西兰岛 还是那个中国小狗 他们命都很大 也看得出来 降落散 它本来的风险 本来存在风险 不是名字 什么都很难过吗 对 不知道